來 雙手舉高 這一把罕見的雷明燈870現彈槍 殺傷力強大 他跟電影《魔鬼終結》哲理的阿諾 使用的就是同一版 大家快點快要站住 我到這邊 警政署記住鐵腕 黑金槍賭毒黃 一網打盡 對捕法的分子的掃蕩 我們絕不停歇 我們會持續下去 務必做到除惡務盡 在今天晚上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要分別針對了 黑金槍毒炸 來進行深度的報導 包括是帶您看到 直擊警方鶴槍實彈 直導幫派彈火的攻堅現場 以及繼續追蹤不法偷拍 創意私房的最新的偵辦進度 其中有兩名的涉案人 竟然都在檢警的搜索約談之後 墜樓身亡 有人懷疑 這難道是畏罪輕生嗎 為什麼呢 在網路上面還有流傳 只要分享創意私房相關的新聞 你可能就會被刪文 難道在這背後 有一股可怕的暗黑勢力 在保護還沒有曝光的人嗎 同時之間我們要提醒你 詐騙集團 已經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無孔不入了 甚至還運用了最新的 AI生衛科技 和複製出名人的虛擬的分身 邀請你加入他所創立的投資群組 可怕的是 你看看不管是說話的神情 說話的語氣態度 幾乎是一模一樣 不過有一個很明顯的破綻就是 當你只要聽到了 穩賺不賠這四個字的時候 那肯定是詐騙集團了 最後我們還要帶您回顧 在台灣健安史上 最大規模的疫情掃黑 不只是改變了台灣黑幫的生態 而更嚴重的是 它開啟了醜陋的黑金證治 好 節目一開始 我們就從最新這一波 雷霆圖暴的專案 開始開啟 大批警力 深夜出勤大掃黑 台南市主要幹道都設了藍檢店 霞區內的大型酒店也得一一清查 四百多名警力高強度的威力搜盪 我下令我就跟這些黑道 或者是跟這些自然問題的 不法分子有沒有 我進行宣戰 天天來你的八大 所以我每天來給你八大 我來給你臨檢 來給你調查等等 你心裡很麻煩 對不對 我現在掃黑 包括你堂口 包括你巨鐵 那我肯定有威嚇性 我就告訴你這些黑道 這是不法之意說 趕快跟人家有消息的 趕快把警方通報 或者說我斷了你後面的金譽 你要不要把這個人揪出來 或者斷他的後路 讓你自己浮出檯面 台南區漁會理事長林仕傑 七月初遭槍擊身亡 狡猾的歹徒設下層層斷點 甚乎干擾警方追捕茶器 卻沒想到短短三天的時間 台北市街頭也傳出槍響 畫面中穿著白色上衣威震 集團董事長吳明達正站在三溫暖門口 下一秒一名穿著黑色上衣的槍手 從棋樓後方竄了出來 近距離對著吳明達的手腳 連轟五槍 瞬間槍響一下的現場所有人 四處逃竄 第一時間吳明達的左手左腳 都中彈了 他一邊閃躲槍手的子彈 一邊逃往隔壁 而一旁吳明達的小弟也被擊中 倒臥馬路旁 一 二 三 歹徒當街連轟五槍 槍槍避開要害 警告異味濃厚 為什麼還要開槍 你投案加費嗎 還是幫誰尋仇的 槍手犯案後 自行投案也請好了律師 他向警方供稱 因為自己的咖啡廳 被吳明達收保護費 他心聲不滿才奮而報復 但這樣的說辭能信嗎 無論槍手承受的原因為何 南北槍手囂張犯案 白明是向警方的公權力 一再挑釁 警政署記住鐵腕要減速黑幫 全台北中南 從7月9號開始 為期12天的大掃黑 要將所有不法分子 黑金槍賭毒黃一網打盡 除暴特勤隊破門禁屋 闖竹聯邦名人會的國異計劃 手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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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擺上 重擺上 高雄世襲大員警 全副武裝減速黑槍 直衝汽車旅館 要逮用槍自重的男子 來 雙手舉高 雙手舉高 另外一隻手 趁其不被當場逮人 警方在逮徒老家 查獲五把場管槍 還有安非他命 其中這一把罕見的 雷明燈870現彈槍殺傷力強大 他跟電影魔鬼終結局裡的阿諾 使用的就是同一款 誰送你 你送你 你送你 下降 但除了減速黑槍 查黑除暴更是首要任務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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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會新店分會長 當場被PD小組壓制在地 狼狽落網 沒有 後面 上來 快點 快點 誰落 失採目標 查黑除了 保障手把的人民 我們才能真正地捍衛人權 這個是我心中最大的信念 所以對不法的分子的掃蕩 我們絕不停歇 一直讓所有的歹徒 跟不法集團告訴他們 這項工作就是針對你而來 就是針對這些歹徒 這些不法集團而來 我們一定要讓他們覺得台灣 不是你可以這麼囂張傷狂的地方 所以務必做到除惡務盡 這個才是我們最大最大的工作目標 行政院長卓榮開的一席話 等同於事項黑道宣戰 一定會威力掃蕩 從2024年7月1號開始到7月21號 總計全國製庭專案61件 查獲犯嫌419人 違反槍炮案件66件 逮回67人 全台警力掃黑除暴 勢在必行 走路 掃蕩不法 守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政府維護治安的決心 要讓全民都有感 加入台灣啟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企劃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案 全國大掃黑 針對不法的投票 檢警也都持續有大動作 包括是我們看到的刑事局 以及各縣市的刑警大隊 一共動員了64個警察機關 超過了350名的警力 在全台灣17個縣市 同步展開了四波的大掃檔 而根據統計 在這次的搜索約談行動當中 檢方一口氣就申請了 超過400張的搜索票 最後查破了被告 447個人 而且其中大部分 他們都是買家會員的身分 而且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比例 是人章俱破的 也就是說 警方在這些買家的電腦裡頭 當場所查到的 創意私房的偷拍影片 為什麼新聞報這麼大 延燒了這麼久了 但這些買家 還是捨不得把這些檔案給刪除呢 恐怕是因為僥倖的心態在作祟 他覺得自己只是下載觀看的 一個小小的會員 檢警應該不至於查到我身上吧 但是沒有想到 這一次的檢警是鐵了心的 要斬草除根 要半導體 其中關鍵的人物就是他 他是台中地檢署的檢察官 陳祥威 由警方私底下透露了 過去查契這些偷拍的影片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大的陣仗 但是陳祥威檢察官 就在專案的會議當中 他苦口活心地告訴大家 大動作地搜索約談的目的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不要以為只有下載觀看 沒有關係 從現在開始 司法單位就開始抓人了 一定要徹底地 杜絕偷拍的歪風 來保護我們的下一任 你今天老師當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去碰創醫師房 創醫師房賺了兩百多萬 吐出來歸款了嗎 面對記者詢問 頭低到不能再低 一句話都不說 他們都是創醫師房的重要幹部 招逮二神出庭 劉先生你有什麼想要為自己 辯解的嗎 創醫師房又稱台版N號房 屬於色情網路論壇 創立於2012年 論壇裡有超過20萬部的非法影片 內容包括了復仇式色情 偷拍兒童色情等非法私密影像 根據了解論壇裡的會員數 高達五千四百一十八人 他們靠著付費上傳影片 獲得分級並且觀看影片 不法獲利逼近上億元 小心喔 小心喔 來 小心 其中藝人黃子教也是 創意私房的高級會員 檢檢從他的電腦裡 查扣到了多部 從論壇購買的不雅影像 是林地檢署 封案追查發現 北投的溫泉會館黃池偷配案 嫌犯也是把畫面放到論壇牟裡 偷拍獵機幾乎遍布全台 被害人高達三千人次 檢檢日前大到闊府 將創意私房封網 但偷拍歪封並未因此銷聲匿跡 創意私房的分支會員幹部們 開始轉戰到Telegram等網路平台 獨立門戶 重啟爐灶 這樣那些人是被強迫的嗎 還是你負責影片加工的部分 創意私房被檢警操掉以後 甚至封網 但偷拍影片的事件並未結束 因為在Telegram裡面 還是有千千萬萬個暗網群組 尤其現在正逢暑假期間 這些愛看偷拍影片的會員 甚至擴大招募成員加入 檢警調查發現 創意私房論壇儘管都是境外網站 但相關的買家賣家 大多都是台灣人 從六月中開始一個多月的時間 全台十七個縣市超過三百五十名警力 投入查棄非法兒哨性影像 四波大掃蕩中 總共發出了四百多張的搜索票 鎖定四百四十七名嫌犯 卻沒想到有一半以上的嫌疑人 通通都是人章俱獲 這些嫌疑人他們的電腦手機裡 都還存有非法的兒哨性影像 檢警大動作搜捕非法性影像論壇 連創意私房都遭到封網 再加上媒體持續大篇幅報導 全台風聲鶴唳之際 這些持有兒哨性影像的買家們 並沒有受到影響而有所行動 或許是認為這把火不會燃燒到他們身上 再加上這些影像取得不易 讓他們捨不得銷毀 又或者是法治觀念不足 認為只有購買會犯什麼罪呢 不論是販賣 拍攝製造及持有 兒哨性影像都是重罪 警方對於兒哨性犯罪 絕對零容忍 檢警這一次大規模約談 抓捕持有者 購買者 就是要讓所有人都知道 不論是偷拍 散布 持有 通通都會背上行責 繳除這個非法色情的暗黑產業鏈 是當務之急 承辦檢察官陳祥威更在每一次 專案會議中強調 要透過大規模的搜索約談 降低犯罪黑數 就是希望能夠遏止歪風 陳祥威檢察官 偵辦過許多社會眾主案件 包括桃園不法業者 爛道有毒廢疫的案件 當時候他親自勘察 遭到污染的河川地 這一次偵辦創意私房跟SCP案 他更帶著事務官前往各縣市副誘隊 要替每一個被害人做筆錄 因為每一個細節都不能放過 卻沒想到就在檢警掃蕩之際 板橋中和兩地卻接連傳出 創意私房成員墜樓身亡 夾住新版特區豪宅的24歲工程師 涉嫌在Telegram散布未成年猥褻影片 卻在檢警搜索時他拒捕墜樓身亡 補錫班廁所有浴缸木片地板堪比飯店 這時負責人花了三天熬夜整修 但是裡面被裝針孔 到底有多少學生被偷拍 原本所有的線索都直指這名負責人 只是單純的影片買家 卻沒想到搜索前 陳祥威檢察官的一席話 叮囑搜查員警仔細搜索 才驚覺這名負責人在補習班的廁所 裝上了針孔偷拍學生武廁 補習班廁所的針孔拍下了多少人 而這些被偷拍的影片 有沒有被放到論壇上去 一切都還等待調查 卻沒想到這名補習班負責人 17號遭警方拘提 19號就傳出他在住家墜樓身亡 有關這一次的專案行動當中 有兩名兒少性剝削仿製條例的 犯罪嫌疑人罪柔 對於他們沒有辦法接受司法審判 警方感到遺憾 但是警方要強調 這些兒少性剝削的犯罪嫌疑人 他們是犯罪集團 這些被誘騙被偷拍 甚至連被拍攝都不知道的兒童級少年 他們才是真正的被害者 根據瞭解這名負責人 他不僅是創意私房的付費會員 更疑似是PTT現任版務鎮長 消息一出立刻引發討論 兩人的墜樓跟案件本身有無關聯 目前尚無定論 但詭異的是 有不少民眾在分享相關新聞時 只要一PO文就會被刪文 還有不少粉專因此遭到檢舉停權 難道這是有心人士的刻意警告嗎 要大家在網路上噤聲嗎 卻沒想到就在網路上風聲鶴唳之際 網紅德州媽媽沒有崩潰在臉書爆料 她直指PTT上有個版叫 就是羅力控版 德州媽媽直指 不僅偷渡著偷拍路人小孩的照片 表面上是在討論芭蕾體操 但仔細看著每一個留言 不少都像是在討論 分享著自己的偷拍行徑 看似正常的影像照片後面 都讓人細思極恐 德州媽媽說這件事情 她已經知道很久了 許多人都叫她不要多事 因為這樣會讓她的粉專 處於高風險之下 可能被害被檢舉被停權 但是對她來說 現在不說一切都不會改變 因此她決定站出來 但不論是羅力控版 或是創意私房等相關偷拍產業鏈 只要涉及違法 都是檢警受要查期的目標 除了民眾的正義之聲外 檢警也得大刀闊斧全力偵辦 讓這些偷拍情色的暗黑產業鏈 徹底瓦解 好 詐騙集團的觸角 已經無孔不入熱 侵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了 他們甚至會掌握我們的個人資料 消費紀錄 想盡辦法透過了電子郵件 發送手機簡訊 讓我們信以為真 而同時間呢 詐騙集團也在社群的網站 他們投放了大量的炸天廣告 明目張膽的就打著名人名號 邀請你加入他的投資群組 而且保證穩賺不賠 甚至還使用了AI的身為技術方 這些名人複製出了分身 輕口說出了誘騙你加入這個群組的話術 你乍看之下你真的以為 這就是本尊在經營的投資群組啊 但是當你聽到了 他保證你穩賺不賠之後 這保證就是詐騙集團 我們要透過警方所公布的數字 告訴你 詐騙集團現在究竟有多猖獗 光是從2024年的6月21號到6月30號 這短短的10天之內 全台警方就逮捕到了車手 三千四百三十六個人 所查扣的不法利得 高達了七億四千多萬 準備 進去 特勤警力全副武裝鶴槍實彈 目標就是三重巷弄裡的這一處公廟 原警使勁踹開公廟暗門 因為詐騙集團的洗錢水房就藏在這兒 端門進屋當場人贓聚貨 兩百五十億萬的髒款 犯案用的手機折疊到電擊棒 毒品統統都是鐵證 刑事局鎖定竹聯邦分子 藏身巷弄裡的廟宇 掛羊頭賣狗肉 自是公壇進出人多不易被發現 卻把廟宇變成詐欺水房 在神明眼皮底下詐欺吸毒 大賺黑心錢 詐騙手法推陳出新民眾防不勝防 不法分子看準近期投資熱 人人都想有錢賺的心理 利用臉書LINE群組 匡騙民眾只要跟著他們 找標股投資虛擬貨幣 轉大錢都不是夢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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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還有冒用名人的照片 影像 假帳號增加可信度 我是謝金河 最近很多粉絲 失去我一些關於股價的問題 有一些我也回覆了 影片中的謝金河 講投資 談股票 甚至還說為了回饋粉絲 要成立群組 不論聲音 嘴型 看起來都像是真的 謝金河在講話 但看似幾乎擬真的影片 也是詐騙集團的騙局 在這裡呢 我決定成立一個 專門的股票群組 幫助大家解決一些 關於股票的問題 群組只有200的名額 歡迎大家加入 不若過往 只用圖片文稿 來吸引被害人的目光 為了取信被害人 詐團的犯案手法再精進 利用AI生衛技術 創造出假影片 儘管仔細看 就能看出講話方式 臉部表情都不自然 但許多被害人 根本不會注意 一不小心 就會掉進 詐騙集團的圈套裡 每一筆被額詐的款項 都是民眾的血汗 為了打擊詐騙集團 全台警力大動員 維安特勤 提的小組 除暴特勤隊 三大反恐先鋒 也同時出動 要逐一 根據刑事局的統計 去年2023年 一整年的詐騙金額 創新高88.78億元 其中被騙的 不罰許多竹科工程師 到底藏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身上的東西拿出來 統計新竹市 從去年到現在 詐騙採損 就有1.86億元 根據了解 整個大新竹地區 有17萬的科技從業人員 從今年1月到5月 光是新竹市 被詐騙的被害人裡 科技業佔15% 大學以上學歷 就佔了86% 有大概一乘五 是屬於科技業相關人員 其中以假投資詐騙為多 開箱了開箱了 小客車被遠景南下 駕駛拒絕下車 還一度試圖逃跑 遠景立刻對空鳴槍 開箱了開箱了 身材魁梧的駕駛 開車門的瞬間 就被壓制了 警察開槍逮人 這名才剛滿18歲的年輕人 竟然是詐騙集團的成員 被害人一身辛苦錢 全被騙光了 叫我再拿錢 所以我走合五路的時候 求我朋友 他就來了 他有觀眾 這個不是這個是詐騙的 這個就騙人家幹嘛 他就回來了 投資詐騙的騙局 讓這一名七十三歲的老翁 被騙走了四千五百萬 這些都是他的畢生積蓄 為了不讓詐團繼續行騙 並且守護人民身家財產安全 政府誓言要將所有的詐騙集團 通通瓦解 下 統計2024年1月到6月底止 全台警力掃蕩電信網路 詐騙案件打詐有成 集團查氣數一千零七十一件 查獲人數九千九百零一人 查扣不乏所得高達新台幣 六十七億九千多萬元 這件工作跟詐騙集團的對峙當中 只有開始沒有結束 政府有準備 政府有決心 政府有能力 對人民來把守這一關 所有的犯罪行為 都和黑脫不了關係的 這一波大掃黑 無依就是向黑幫宣戰 同時間也給黑幫施壓 究竟是誰在光天化日之下 槍殺了台南市區余會理事長林世傑 歹徒行兇的手法非常的兇殘 他槍槍都往要害打 而目的當然就是要置人於死地 而且在整個行兇的過程當中 顯然是經過了整滅計劃 包括是他觀察林世傑 都有早起爬山運動的習慣 所以他在行兇之前 先入住了汽車旅館 等到目標出現了 他立刻上前開箱 然後再跑到對象的車道 去開車離開 他也不怕被監視器拍下整個過程 因為第一 他開的是全力車 而且他把車子和犯案的槍枝 放著一把火燒掉了 就算警方讓你找到的車子 找到的槍 你也沒有辦法以車追人 以槍追人 因為那把槍已經被燒過了 他打出來的彈道已經改變 所以就沒有辦法進行比對 所有的斷點 這兇手他都安排好了 如果這背後有藏鏡人 那是誰呢 究竟是誰呢 警方呼籲槍手要趕緊地出面投案 以免遭到殺人滅口 夏天清晨五點多 靜密的早晨 馬路上的人車不算多 我在新樂路這一戶人家的男主人 也就是台南市區余會理事長林士傑 一如往常起了大早 準備去爬山了 畫面中可以看到 當時候林士傑一派輕鬆地 從黑色皮卡的後車斗 搬下了狗籠放到門口 正當他回頭準備上車時 畫面右方突然衝出了一男子 朝著林士傑練轟好幾槍 儘管緊急送醫治療 但林士傑因為傷勢過重 醫院搶救三十分鐘後 宣告不治 被害人身上傷痕累累 槍手逞胸 十一槍勾網要害打 被害人身上超過二十個彈孔 其中五槍貫穿胸槍 光天化日當街烘槍 太囂張了 面對這樣子的凶手的凶殘的行徑 面對這樣子的凶手的凶殘的行徑 應該整個社會都是非常憤慨 那也希望警方盡速在最短的時間內 將輕凶手繩之以防 破案逮人是當務之急 根據瞭解林士傑是現任 台南區漁會理事長 他的女兒則是民進黨 台南市議員林怡婷 一定有接到女兒 沒有 那一切都非常的平凡 非常的正常 爸爸的作息都很正常 所以你到底為什麼 就來殺雞 地方上就開始講 什麼什麼 會不會有什麼什麼後面 包括之前我們講的 光電利益 或者什麼東西 那個龐大利益 這到底是卡到現在的東西 可能都是我們不知道的機密 林士傑背後牽扯出的利益網絡 猶如綿密的蜘蛛網絲 短時間內要抽絲剝繭並不容易 但只要查出歹徒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 或許有機會 立出頭緒 短短六秒的時間 搶手執行完狙殺任務 隨即跑往對向馬路開車離開 過程中不見絲毫猶豫 歹徒所知林士傑的作息 直到林士傑每週一三五的清晨五點多 都會出門爬山 這一切早就計畫好了 這個案子 林士傑這個案子沒有準備半年 至少三個月以上 因為你要瞭解一個人 每天早上幾點出門去哪裡活動 有沒有 哪個地方是最好的下手點 他一出門就要 別門靠 那地方想 那時候人又早 時間早 一切都是歹徒的 詹密布局 卻沒想到 這在案發後十分鐘 上午五點五十四分 距離命案現場 兩公里外的一處停車場 傳出了破燒車的意外 消防局接貨通報 第一時間 就抵達現場 撲滅了火事 這才發現 這輛被粉毀的車輛 竟然就是槍手的泛濫車輛 歹徒把槍支跟作案協議 都丟在車裡 一把火通通燒了 燒是最好滅證的方式 包括血衣、血褲的各種方面 對不對 只要一燒的話 變成灰的什麼都看不到 你說槍為什麼也要燒 我說真的 那支槍沒效 這支槍以後 也不可能拿出來犯案的 這種胸槍的話 大概你只要有目的性的犯案 一次性 都只一致性使用 應該是手法 OK 歹徒很清楚警方的偵辦手法 以車追人 以槍追凶 他不僅焚車滅跡 使用權力車 還掛衛造車牌 鎖的斷點 早就安排好了 案發第二天 專案小組在高雄大樹區 找到了歹徒作案用的 第二台車 儘管外觀沒有破壞跡象 但車子裡 早被歹徒潑灑 嚴酸滅正了 但專案小組 棄而不捨 在汽車座位的夾縫中 也有了發現 的確是有在這一個 第二部車的 這一個裡面的地方 找到這一個口罩 從口罩上面 踩到相關的 些微的激震 這個口罩 極有可能是歹徒留下的 監視人員趕緊比對DNA 這一查 這DNA的主人 是一名家住高雄 有暴力犯罪前科的張系男子 專案小組展開行動 攻堅歹人 大批遠景賀槍實彈 包圍高雄人舞的這處民宅 客情人員使用破壞器材 試圖破門 被逮的張系男子 光著上身趴倒在地 大批警力壓盡 他只能乖乖就反了 你為什麼要開槍 為什麼要開槍 為什麼要開槍 誰支持的 卻沒想到 張系男子告訴警方 這台權力車 是他一年多前賣出去的 車上有他的口罩 本來就很正常 再加上他提出的 不在場證明 檢察官訓後 因事證不足 將他請回 並限制住居 而且好 接下來 你說這個權力車 後來又找到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就是專門 在賣權力車的 而且一查 發現他的臉書帳號是被盜 你看 這看起來 設了這麼多的斷點 專案小組調查 整個犯難過程 帶出一共換了三台車 第三台代步車輛 是一台機車 他一路往南 朝著屏東東港的方向去了 難道他要坐湯啊 潛逃出境了嗎 那我們現在都不排除 不過我們第一時間 已經有通報海巡 來做一個防堵 這個型號的一個出境 那目前看起來 這個槍擊要件是 有透過整密的一個計畫 根據他逃逸的這些的路線 他是應該有整密的一個策劃 那不過我們警方一定有信心 一定會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會去釐清這個刑犯的一個身分 歹徒犯難手法純熟 而這樣的犯罪模式 讓人聯想到 2023年1月桃園角頭 黑人家族的老大郭信一 被當街開七槍狙殺 手法幾乎如出一策 黑人家族老大郭信一 才一踏出門口 就遭黑藝人開槍 他拔腿狂奔 但對方不管他已經重傷倒地 再補三強 歹徒行凶後 開車揚長而去 而這一輛作案車輛 沒多久 在新北市樹林區被人發現了 不要再看進去 路中間 路中間 一把火燒毀了所有激震 再加上歹徒潛逃出境 至今仍未落網 如同臨時結案一般 一切都是經過進行計畫 從我們一開始 在採政到現在 這個歹徒真的是非常缺密 而且很小心 這個幾乎沒有破綻 缺密的籌備 警方研判 犯對成本可能超過千萬元 如此龐大的晶圓跟人力 背後牽扯的利益糾紛恐怕 相當驚人 光靠一般地方角頭 恐怕無力負擔 警長廖宗山認為 這樣的手法看起來 像是外省幫派的行事作風 他講的可能就是一些想法 想說 我今天是全面性的一個部署之外 還有全面性的一個逃亡之外 為什麼到這麼久了 警方還沒有落入主事 其實是有一個很強大的 背後的力量對不對 他指外省幫派 大概就是竹林或者是四海 連早期擊殺黑道大 就是我的台性 最高自打原則 那你就要查 林志捷到底跟外省幫派之間 有沒有什麼糾葛在裡面 不知道他的犯罪動機跟面具是什麼 有沒有找到後面這樣 彎林的一些團體或人物 他也有說就是說這個槍手 是不是已經被這個道上的兄弟 處理掉了 沒有聽到這一個訊息 但是我們也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真的槍手有聽到的話 真的希望為了你的安全 希望你能夠盡速地來投案 面對狡詐歹徒設下層層斷點 試圖堵擾警方辦案 但警政署啟動全台大掃黑 要順藤摸瓜 逐一破解歹徒的犯案手法 一步一步緊追在後 誓言一定會將逞凶歹徒棄毀案 目前的偵辦進度 我們已經查過到 作案的這個車輛 以及逃逸的這個車輛 那我們會以車來追著 或做對外的一個公布 另外對於發生這個槍擊壓件 各種面向的理由 我們都會納入考量來做偵查 能夠對於黑道的這個艙群 能夠這個氣焰的效應 我們一定會把它做一個 徹底的一個打擊 1984年的一清大掃黑 改變了台灣黑幫的生態 不只是對台灣治安有重大的影響 也進而衝擊了台灣的政治 開啟了醜陋的黑金政治 事實上當年這一場 一清專案的發動 並不是單純的掃黑 它主要的對象是 竹聯邦的陳其禮以及吳敦 因為他們當年被情報局吸收 奉令到了美國去刺殺 蔣經國傳的作者劉一良 也就是所謂的江南案 而當年台灣政府承受來自 美國相當巨大的壓力 要求把殺人收手交出來 但萬一真的把人交出來 那麼整個刺殺的計劃 就會過光了 台灣政府於是就以掃黑的名義 把陳其禮和吳敦都關進了監牢 而在當時很多的黑幫大哥 就這樣子沒有理由沒有罪名 通通一塊被送到綠島去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一號深夜 台北市警局各分局長刑事組長刑警 全都被緊急召回 要執行什麼特殊任務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只看到鮮兵特警進進出出 充滿肅殺氣氛 國安局局長都作證 台北市警察局 把跟幫派很熟的一些 警政的刑事的人員 跟官員跟可能通風報信 都借開會的名義 把他們到市警局列管 不讓他們跟外面通電話 一切行動都得低調再低調 據傳當時候執行任務的 每一組行事幹員 都會拿到一個信封袋 裡頭裝有一道密令 必須等到指定的時間才能打開 由此可見 這場行動的隱密程度又多高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號清晨 疫情專案正式啟動 台北市在幾天之內 就抓了五十幾名幫派 大哥級的人物 以前的灑黑不是 以前的灑黑沒有理由 那個時候叫做政治力介入 疫情都是政治力處理的 那疫情專案那時候很明顯 時間拉回一九八四年八月 當時候情報局吸收了竹聯邦首任 總堂主陳其禮 派任他到美國執行刺殺行動 目標是涉嫌洩漏禽子 給中國的雙面間諜 作家劉宜良 他有去美國殺了那個 作家劉宜良 對 那時候美國開始犯這個案子 開始找找找 市政越來越多 找到陳其禮 吳敦跟董貴生他們 對不對 對 那時候是董貴生還被抓 他就像台灣政府私一一樣 你殺了我美國公民 那你要不要交出來 問題就會一起都曝光 國內的情治機構 講實在話是沒有配合 他實行疫情案的時候 在我們情報局來講 我們不知道 因為是國內治安問題 我們並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有幫這個 陳其禮這個狀況 有報給上級台位 就是國家安全局 國家安全局就是 主導疫情案的 所以大家很多誤會 說我們要抓他滅口 其實這個都是物件 那我就開始 吃這個用什麼名義 疫情嘛 我就開始把這些大的 都抓來了 大小的都抓來了 所以那時候有疫情名測 包括了竹聯邦的陳其禮 吳敦 周榮 四海邦的蔡冠倫 本省掛的羅浮柱 吳同壇 蔡其方 正太極 統統成了接下球 所有的大甲或流氓 因為這間全部抓到綠島 他沒有告訴你 你是什麼罪名 沒有 抓到以後 然後卡 有沒有槍 有槍的 一定用判亂罪 送法院 你要取締流氓的話 有流氓的這個條件 但是他特別強調說 這一次呢 這個不要 而且先抓人 然後呢 再說證 所以那時候抓了很多地方 腳步一起進去 你知道嗎 那時候在全台灣的看守所 跟監獄 幾乎關滿的就是疫情的對象 所以在檢疫審判說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 你在什麼時候有打過誰 你有沒有娛樂鄉民 或者是逼迫誰幹什麼 做什麼事情對不對 你又回家 沒辦法 我當時就認定你有 對不對 那個 以前這種栽贈還少嘛 對不對 當時候全台灣超過四千名的黑道 都被押進了監獄 黑道的深海批變 岩灣 太原 綠島 成了黑道集中營 原以為疫情災難 可以大幅削減黑幫勢力 卻沒想到 大刀破譜下的雷厲風行 反倒讓監獄裡的 惶惶不安求情 引燃了監獄暴動的刀火線 好 大哥通通被關到綠島去了 台灣治安應該會變好吧 沒想到竟然是越掃越黑 因為家裡沒大人了 小弟就無法無天了 另外 大哥們關在監獄裡頭 他的日子也很難過 各種難以想像 不人道的折磨 完全不是人過的生活 在過去呢 流氓管訓大多就是關三年 忍過去之後 出來又是一條好漢 但是一清管訓 他根本不告訴你 你要關到何年何月何日 當這種生不如死的生活 我已經沒有出去的希望的時候 這些大哥 就再也忍不住了 江湖上形容 大哥大等級 送綠島管訓 不是每個人都能活著走出來 犯人從監獄外的 橡皮石下方小洞走過 心情很沉重 因為這裡被稱為生死洞 以前這邊沒有路 要進來這邊的犯人 都必須經過這裡 必經之道路 所以說這個是生死洞 當年這個職訓總隊 是屬於警備總部的 所以這些管理階層 全部都是軍人 那整個全台縱貫性的大哥們 全部進去以後 每個都是刺龍刺鳳的這種角色 那這些管理階層這種軍人 就要拿出比對這個軍人 要更嚴厲的方法來對這些大哥 早期的警察是三軍淘汰的 淘汰的警官 所以他們那個數值最差的 心情不爽的時候 就找人在外面 他裡面會有 裡面吊起來打 恐怖 綠島管訓 霹靂手段 大哥們聞風喪膽 走過橡皮棟生死關 先面臨十八童人震撼教育 要抽筆 大家都是新娘的一棒 二十八童 二十八童 要經過他們的經驗裡面 從他們的馬路上開始 要用爬的爬進去 這個是我親眼看到的 這樣子 就像我們掃帚 這麼粗的掃帚 對 你知道管訓隊 一上 他用兩排站的兩排人 就跟走人家 走蛙輪部隊 走那個什麼天壇路 一路打 棍子敲 你就直接打進去 所以不要告訴我 你混多屌 也不要告訴我 你混多大 統統一室統一 能夠留下來吃晚飯的 就表示你很屌 曹的大哥們身心俱疲 不是真的要你死 是要讓你生不如死 好沉喔 這個魚腹有多重 有八斤 八斤 這早期就是說 一個情形是 你剛進來的 新收的人員 那我不管你是老大 還是老妖的 反正你進來我就先掛你一副嘛 掛你掛三個月 表現好也是能夠放掉 你拆掉了 對 表現不好就還繼續 那如果你有犯錯 就再加一副 兩副 那最多我們 一般中隊裡面 有掛到三副 哇 那這三副真的走路有點困難 那如果你還是 再犯錯 明晚不靈 不服管教的話 那我們就掛到大隊部以後 就掛四副 那你直接攪到哪上面 你走路會磨吧 會磨 後面嘛 都初學 學健康學一直 這個要靠到腳裡面嘛 靠到腳 這個要拉到你們的肚臍這邊拉起來 拉上來這樣 拉上來 你不能走路不能有這個聲音跑出來 這太難了 跑出來他就是一定要處理你 不服管教 處理你甚至關禁閉 關到精神錯亂 一進到禁閉是 你管訓隊更管訓隊 你根本完全不是人過的事情 人坐不起來 很小跟狗一樣的狗中之一 有時候 發現你有螞蟻 關到最後 牠跟螞蟻就變得好痛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魔鬼手段 管訓隊幹部 早年不把人當人看 老怪以前是管訓隊的管理員 他就聽說學長們被稱為收屍大隊 那個是比我們更早期的時候 有我們也是 好像你們聽說 就是現在的燕子洞 燕子洞早期就是 把那個犯人帶回去那邊 帶到燕子洞就是打 打到什麼程度啊 聽說十個進去大概只有 一個或兩個回來的 要去燕子洞的 右邊的山壁上 有一個停時間 可能大概七八個 可能就是到那邊報到去的 苦日子難熬 同樣的困境出現在 當年的燕灣監獄 疫情管訓 尚前名的黑幫大哥級人物 掃進俗稱燕灣大學的燕灣監獄 軍事化管訓淋虐 變淡痛毆 大哥們命都快沒了 他打得晚上喔 那個這邊喔 真的是全部是紫色的 不能這樣睡覺就趴著睡覺了 很可憐啊 疫情管訓不管關在哪 非人生活 黑幫大哥們咬牙苦撐 過去流氓管訓大多三年 可是疫情管訓什麼時候放人 遙遙無期 面對無限期刑期的恐懼 關在鐵牢裡 沒有明天看不到未來 那可是三年過了 你還不幫我出去的話 這世界已久的話 面目全非耶 他的地方私利什麼東西 都會被拿走 搞不好連自己的老婆 跟情人都不見了 所以你說他在 管他裡面會緊張也不會緊張 當然也緊張嘛 所以我們想著要急著要出去嘛 所以那時候就求情 就開始有一些 不穩的這個動盤 1987年11月26號這一天 台東延灣直訓隊發生了大暴動 包括最神秘的梁山特勤部隊 憲兵的夜鷹特勤部隊 以及海軍陸戰隊的黑鷹部隊 這三支國軍最精銳的特種部隊 都在第一時間趕到了延灣 當然場面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但是延灣暴動的消息 也已經傳到了綠島區 高頌圍牆暗黑鐵牢 不只身軀上囚禁了自由 心靈也被牢牢禁固 疫情專案三年之後 興起什麼時候結束 遙遙無期 延灣直訓隊員們 怨氣加怒氣累積到最高點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開始 去廚房裡面 把那個什麼柴油 棉油全部拿出來 把棉被啊 座椅全部都燒掉 這個不得了 警備總部調派鎮豹部隊 一批又一批全副武裝 手持盾牌棍子大舉禁駐 那時候那個晚上很震撼 你不知道 來了幾百個人 然後拿著那個盾牌 拿著那個棍子 然後走進來的時候 是兩牌從大門分三路 然後那個盾牌 場面混亂 雙方大亂鬥 掩開壓制不住 警總緊急請求國軍 派出最精良的部隊 聯手鎮壓 陸航梁山部隊 鼎鼎大名 人稱梁山住者一群鬼 堪稱是最飄悍的 快速打擊特種部隊 同一時間 憲兵燕音特請隊 火速趕頂支援 GO 甚至罕見出動最神祕的 黑衣部隊 隊員們身懷絕技 格鬥攻堅狙擊 厚稱精英中的精英 那個時候為了 為了要震爆這些 政府這些管訓者 台灣第一次三大特勤隊 出動 聯合出動 你看夜運部隊 黑運部隊 梁山部隊 全部都出來 國軍三大精良部隊 快狠準 強力震爆 管訓隊員們節節敗退 他掉出來 馬上靠起來 反靠 然後到那邊 然後直升機一來 然後架回 一站起來 拿那個棒子 就頭上去打上去 那時候就是弓箭 一衝進 抓到一個 打一個就拉出來 抓一個 打一個 延灣直訓隊大暴動 總計80個姿勢分子被抓 那個人手腳上靠 口鼻拆上膠帶 頭套黑布 被壓上直升機 送往綠島 當延灣暴動的消息 傳進了綠島監獄 就躁動不安的管訓隊員 已經在蠢蠢欲動了 暗夜之中 雙螺旋槳戰鬥直升機 轟隆轟隆作響 跨破綠島明鏡 後來就有個大哥在回憶 當初被踢下來 他就覺得說 他這麼慘 所以一下子就是太平洋 連屍骨都長不大 後來哪知道是摔在那個 冰冷的那個水泥地上 一突然看見那個直升機 門一打開一堆人 被從飛機上踢下來 1987年11月30號 新竹風飛沙幫黃庭青 帶頭率隊衝向廚房 拿了門油桶 分裝在寶特瓶後 潑在棉被木桌木椅上 接著再用鐵絲纏繞鐵門牢固著 之後把棉被堆疊在門口 一層又一層 放話 談判沒結果 就要放火燒 大家就開始 我情情就開始激奔了 那個時候他們就要做長期抗爭 抗爭要求政府隊 刑起給答案 隔天 談判宣告破裂 天空中又出現了直升機 燕營部隊再度出動 強勢鎮壓 綠島管訓隊暴動一觸擊發 鎮壓大軍長驅直入 隊員們點燃沒有放火反攻 把棉被就鋪在那個走道 因為我們主彎都燒沒有人 沒有人就燒下去 那等那個龍人你知道 一槍之後 我們看到一片那個龍人 就往上滑上 就沒人爆 正報隊強力鎮壓 隊員們逃竄 尖叫聲此起彼落 場面混亂時空 不久之後 遠方的高處突然傳來 連續槍聲 一放了之後 兩個山頭就開槍了 摸摸摸摸那個 吉槍燒那個 兩個牆壁 那個 就好像戰爭要發生的樣子 那整個都亂了 只是火滅了之後 發現八名管訓隊員成屍 背的死了之後 結果現在就是 這背的 有請你的時候 把這背拿出來 叫五位來簽名 五位大哥來簽名說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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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名隊員之死 隊員們的說法 和軍方認定是被火燒死的 都不攏 這場大暴動持續僵持 你知道那楊跟葵 那時候拿了一根木棍 那個佐將 就往自己的手 直接把它打斷了 一受傷 一受傷 要送醫 開始孔石膏 對不對 孔後的時候 他又竟然把那個 裡面的成群書 什麼東西 全部都夾在石膏裡面 所以他一出來之後 他就把它丟給自己 所有的媒體 這樣才曝光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奇事物 我是尤美翔 我們再回來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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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讓我看你的手 讓我看你的手 快點... 快點... 歡迎收看台灣奇事物 我是尤美翔 在每個撲朔迷離的重愛現場 在每個重大事件的第一時間 我們抽絲剝繭 追索事實的真相 YouTube總觀看超過五一次 請到訂閱人數出獲了一百萬 感謝您這一路上的指使 我們會更加努力